大家好,今天我们来介绍一本书 这本书非常棒,叫选择的自由 这本书是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自由经济学家 它也是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 弗里德曼 台湾好像翻译成弗里曼 跟他的妻子合作的一本书 书已经有些年头 第一版好像是1980年 但这本书非常经典 它从根本上说明了 为什么计划经济走不通 市场经济一定要限制政府的权利 一定要给人民最大的自由 本来我是想买简体 因为我简体繁体都可以看 但简体还是容易一些 但是我看豆瓣上简体的翻译的译者 他自己就讲他不希望读者去买他的简体版 他说最好去买英文原版 要不然就去买台湾的繁体版 因为繁体版至少没有删结 中国很多书都有删结 这是非常让人痛心的 这本书之所以会有删结 我想就是因为它里面讲的很多理论 很多具体的例子 可能牵扯到了中国 牵扯到了计划经济 让政府感觉心里不是特别爽 因为它核心的观点就是一个 就是市场的力量 加上个人的选择 就能创造一个非常繁荣 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 借用里根总统的一句话 那就是政府不解决问题 政府就是最大的问题 要了解这个 我们首先要知道 个人的选择跟政府之间边界到底应该在哪 哪些是个人应该决定的 哪些是政府应该做的决定 作者在书里面就讲说 自由经济主要是由市场上看不见的手来管理 什么叫看不见的手呢 就是说一个自由市场上 每个人都是按照自己的私利 他不考虑别人 只考虑自己的利益 在这样的情况下 只要不违法 他按照自己的情况 自由选择去买什么样的商品 按什么样的价格去买这些商品 这就形成了所谓的市场上看不见的手 这样的机制就给所有的商品定好了完美的价格 这个价格传导出去 就会指导整个经济的运转 在这背后 一个非常明确的观念就是说 这种看上去好像是利己 只考虑自己的这种选择 其实比那些所谓刻意为人民着想 为社会大众着想要更有效 换句话说 利己在自由社会里面才是最好的利他 那政府为什么要存在呢 作者讲 政府存在无非是两方面 一方面它存在的目的 当然是保护社会中的每个人 免于外部的人和内部人之间互相的侵害 因为政府是唯一被授予 合法使用暴力的这么一个机关 所以它存在的主要目的 就是为了保障社会上每一个人 都可以有继续自由选择的权利 但除此之外政府有时候还要做些别的 比如说他要进行一些所谓的公共建设 那些在私人看来不太好区分 到底谁应该去做的 比如说去建小学 在哪里修路 这些应该都是政府的范围 但问题是 一旦这个政府介入这些事务当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个范围就被无限的扩大化 政府管的事情就会往往越来越多 没有边际 直接侵害了个人的选择权利 和侵害了自由经济 这中间倒不是说 政府里面的这些人员 本身是恶意的 就像西方有一句谚语 他说通往地狱的道路 都是由善意所铺成的 就是好心做坏事 这本书里面有四个章节 作者就举这些例子来证明 政府哪怕是出于善意 对一些事情进行管理 但只要管理的太宽太多 就会形成巨大的浪费 就会形成官僚化 不仅解决不了问题 长期下来反而对经济有很大的伤害 比如说第一个 美国最著名的就是它的福利制度 像是失业救济 住房补贴 医疗保险这些 过去几十年 我们看到这中间有巨大的浪费 很多应该得到这些的得不到 很多本身不需要的 反而由于政府的不作为和浪费 从这个福利制度里面 获取了很多自己的私利 因此作者就提议 要废除现在的很多福利制度 改由一个机制 叫付所得税 付所得税 指的是说 你人必须要去参加工作 但是如果你的工作所得比较低 没有达到社会上统一的起征点 那你跟这个起征点之间的这个差额 就是一个负数 那这部分你不仅不用付税 政府还要把这个差额补给你 这就叫付所得税 这个机制就是它为了鼓励 每个人都有能力情况下 自立自己去找工作 不要对社会形成负担 没有能力工作的 确实需要补贴的 政府可以在最少量的情况下 提供最必要的补贴 第二个就是美国人 都很头痛的教育制度 由于过去几十年 美国的教育的改革 现在很多教育机构 中学 大学 资金来源 行政管理 都是政府来出头 这就导致了美国 其实很多学校质量很差 而且这样的学校管理 官僚化之后 这些老师和校长就觉得不用理会学生和家长有什么要求 反正自己的老板也不是他们 因此不管这些人的要求有多么合理 学校通常也不会有什么进步的空间 那作者的建议就是要推行一种叫教育券 把这个券给到每个家长 让每个家长自由选择 自己的孩子进入哪所学校 引入一个良性的竞争机制 让学校自己去提高教学资料 来吸引这些家长 把教育券放到自己的学校 那如果有贫困生 上不起大学怎么办 那只给这些确实上不起大学的贫困生 一部分大学贷款 第三个就是美国在过去几十年 也采取了很多保护消费者的举动 这当中有些当然是合理的 但是很多保护越来越细 就产生了反效果 这中间最有名的例子 当然就是1920年开始的禁酒令 这个禁酒令到1933年应该就结束了 持续了13年的时间 结果是非常可笑的 第一方面它没有让美国人不能喝酒 反而成就了美国黑帮的崛起 带来了美国很多现代的社会问题 最后一个就是保护劳工的措施 这中间一方面是工会的建立和扩大 另一方面就是最低工资的设置 作者也解释 这些看起来是保护了一部分劳工 但是这样的保护让公司的利润降低 公司就只能以牺牲其他劳工作为代价 本来可以招两个 现在只能招一个 这样社会就会有更高的失业率 其实反而产生了不好的效果 国家在越来越多的方面 伸的手越来越长 背后的逻辑其实是主要是基于一个平等的考虑 他们就想用这些手段在社会上更多的促进一个平等 这中间最大的问题是混淆了机会平等还是结果平等 美国的独立宣言里面最有名的一句就是人人生而平等 作者讲 这个平等指的是人人在上帝面前平等 是一种精神上的平等 以及每个人都有实现自己成功的美国梦的机会 说到底是一种机会的平等 但最近几十年 美国社会的思潮发展 就把这个扭曲发展成了结果平等 很多人会觉得说 你有很多钱 我有比较少的钱 这就是不平等 社会上现在普遍存在 仇富的心态也是来源于此 作者就讲 在一个自由社会里面 如果我们追求的是一个机会的平等 那每个人都可以得利 但是我们要承认 最后还是会有贫富差距的 这样的社会呢 大家都有最大的自由 也会有相当的平等 但我们如果去追求一个所谓结果平等的社会 那整体的经济必然会很差 因为追求结果平等 就必然拉低很多人的收入 也就让这些最有能力 创造社会价值的人 不愿意继续工作 整体经济变差之后 也不会有更好的平等 因为通常在这样的社会里面 一切都是计划 一切都是官僚说了算 那它比自由社会 其实有更大的贫富差距 它既不平等 也不自由 如果我们看过去几千年 人类的历史 非常明显 只有共同贫穷的时候 从来没有共同富裕的时候 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去打土豪 分田地 但是一旦把富人杀光了 把工厂的财富都分给大家 工厂也就不存在了 经济也就垮掉了 其实一个人在一个社会里面 每个人的天赋 努力 情况都不一样 有差距是必然的 而且是一种好事 因为有差距是你进步的动力 只要给每个人 有足够的机会可以成功 那这种差距本身 就不是一个负面的 因此结果平等是非常有害的一种思维 我们如果未来有机会 会相应的介绍这样的书给大家听 视频的结尾 我想用这本书里面 引用的美国的一位大法官 他发出的一个警告 我觉得非常值得一听 他是这样讲的 他说经验应该教会我们 在政府出自一番好意识 要特别提高警觉 设法保护自己的自由 生而自由的人 天生总是要实时留意 立抗邪恶的统治者 侵犯他们的自由 自由面对的最大危害 是那些热心善意 不求甚解的人 不知不觉中 偷偷地侵犯了自由 这就是这本书选择的自由 每个人的自由 当然不可能是无限的 有些自由 要有一定的政府 要来限制 但比这个更重要的是 在政府对公民的自由 进行限制的情况下 每个公民要加大警惕 要限制政府对自由的限制 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一样的 好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